4月18日曾经合作过每位关系的周玉铭与侯佩曾 意图为服装品牌站台 上个多年后再度合作 两人看起来心情都非常好 还不停拍照留念 此外宰宰凭借回家再度入围金钟 对于上一次的失败 相信宰宰记在心里 但嘴上不说 经过多年泪练的他 也道出自己的平常心态 并力挺另一位入围者龙少华得奖 龙哥这次第三次入围 我自己也会蛮祝福他可以 平静啊 我不是特别会把这个事情 放到身上去给自己太多压力的人 那我这一次是第二次的入围了 所以我已经感受到 其实评审对于我的表演方式的一个肯定 这样就够了 其他的我想我每一年做好自己的工作 比较重要 除了宰宰侯佩存 也评于月光宝和入围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 对于德上他同样是不敢奢求太多 被问到众多好友传出怀孕消息 推者一再表示祝贺 都很开心耶 拜佩死啊 金如啊 大概死啊都怀孕了 有没有去跟他们 沾沾他们的运气 有 这个 有一些好运名还没有要到 但是我觉得都要沾沾他们的习气 真的很恭喜他们 我觉得这对一个女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老天爷送的礼物 所以很恭喜他们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